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4年1月19日星期五 我这个视频就专门讨论一下伊朗和巴基斯坦这次冲突 伊朗和巴基斯坦发生冲突以后 全世界一开始的时候都有一些迷糊 然后接着国际社会就开始挖 他们双方到底是在打什么 各自的目标是什么,历史渊源是什么 那么有很多人也在分析这是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这是一个什么事 很多人都觉得这件事打了个寂寞 大家一头雾水 让我说这件事是什么 就是伊朗和巴基斯坦 他们打的是一个双簧 他们是一个双簧,不是真打 所以说现在美国包括联合国 现在都出来说希望各方都克制 不希望局势升级 美国和西方不希望局势升级 这是真话 但是这个局势不会升级 这个仗有可能会继续打 但是不会升级 有的人可能说这不矛盾吗 这一点都不矛盾 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就这个事情 他们两家演的是一个双簧 不是真打 所以不会升级 但是有可能会继续打下去 这里面体现出来的 实际上是两个大国之间的博弈 就是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的一个打压 那么我这个结论的事实依据是什么 这个逻辑是什么 我在这个视频当中 主要跟大家讨论这个 那么首先我们为了明确 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这事实到底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大的媒体是如何报道的 首先是在18号早些时候的时候呢 法广新闻它的一个报道 然后呢是18号晚些时候的时候呢 美国之音的一个报道 那么最后呢就是今天啊 他们人家阿拉伯世界的半岛新闻 他们的一个报道 然后呢我就会综合的分析一下啊 阐述一下 结合这些三家大媒体 所披露出来的这些事实呢 来捋一下啊 我刚才所公布的我的那个结论啊 它的逻辑是什么 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看啊 首先呢就是法广的报道 法广就是说呢 在18日的时候 他就发表了一个文章说啊 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关系 为何突然紧张升级了啊 他是说 伊朗以打击恐怖活动团伙为由 导弹袭击了巴基斯坦境内目标 两天以后啊 巴基斯坦18日宣布 在昨日金晨对藏身伊朗境内的恐怖分子 展开空中打击 17日啊 巴基斯坦指控伊朗的导弹袭击 在境内造成了两名儿童死亡 但是没有明确预习地点 18日的时候呢 伊朗官方媒体通报 巴基斯坦昨夜金晨 对两国交界处的西斯坦和 贝鲁支斯坦的空袭行动 已知有九人丧生 其中包括四名儿童啊 18日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说 中国愿意在双方需要的情况下 发挥有建设性的作用 帮助平息紧张关系 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中东巴以冲突继续 以及欧洲俄乌战争持续无解的背景之下呢 战火是否会向南亚延伸 中国又能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是这个事情的背景啊 两国交界处长期受反叛武装活动的困扰 伊朗和巴基斯坦两国长期以来 一直彼此指责对方允许反叛武装 在本国境内躲藏 并由此向另一方发动攻击行动啊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 他们两家啊 长期以来互相指责 比如说呢 巴基斯坦就指责伊朗啊 包庇巴基斯坦的反叛武装 逃到伊朗的境内啊 伊朗给他包庇起来了 那么伊朗呢 对巴基斯坦也有同样的指责 就是呢 伊朗的那些反叛武装呢 在他的国内进行了一些活动之后呢 就跑到了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把他给保护了起来啊 就互相进行指责 指责的这个事情呢 性质都是一样的 然后呢 这篇文章就说 要知道伊朗和巴基斯坦两国啊 他们的边境长达近千公里 巴基斯坦军队昨夜金晨 攻击的目标在两国交界处的西斯坦和 贝鲁支斯坦 这里呢 是伊朗的第二大省啊 就是两国的交界线呢 是很长的啊 长达将近一千公里 那么长啊 那么很多人有可能啊 对地理不熟悉的就觉得说呢 他两国不交界 他两国之间呢 隔着一个阿富汗啊 实际上不是啊 阿富汗呢 是完全一个内陆国家 它是没有海岸线的 那么在海岸线的这个地方呢 伊朗和巴基斯坦是直接交界的啊 那么交界的这个边境线呢 有近千公里啊 而这个伊朗境内啊 有一个省就叫西斯坦和贝鲁支斯坦啊 这个省 它是伊朗的第二大省啊 那么贝鲁支这个名字呢 我相信啊 很多人是熟悉的啊 然后呢 这篇文章就说了 那里的贝鲁支 大部分为逊尼派的穆斯林啊 该族群长期抱怨 在伊朗这个居民多数为什叶派穆斯林的国家 受到歧视 而边境的另一侧的巴基斯坦呢 则近年持续面对 贝鲁支人分裂主义团伙的武装行动啊 也就是你从这句话来看呢 好像啊 这个贝鲁支人呢 他就是伊朗和巴基斯坦啊 他们共同的敌人 其实 他在这两个国家呢 都制造了很多的麻烦啊 而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呢 这篇文章也说了 中国的一带一路啊 旗舰项目 中巴经济走廊啊 沿线工程 近年来经常受到贝鲁支人 武装袭击行动的困扰 这个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这是为什么我们知道了 贝鲁支人 这个人群吧 对不对 我们中国人呢 对他们并不陌生 因为中国在巴基斯坦 一带一路的这些 沿线的工程项目呢 不断的受到 贝鲁支人的这个袭击啊 我们中国人呢 也有好多的同胞 包括工程师啊 教师啊 以及我们的家属和儿童啊 都有失去生命 对吧 我们时有听说这件事情 那么这件事情呢 我们长期以来 我们就知道呢 好像没有任何减轻的迹象啊 也就是说呢 咱们的老铁巴基斯坦呢 他们打击这个贝鲁支人呢 这个恐怖袭击啊 不利 对吧 为什么不利呢 根据这篇文章前面就说的 对不对 因为呢 这些人他打完了以后啊 他就跑到了伊朗去了 那么巴基斯坦呢 就指责这个伊朗包庇这些人 那么中国呢 心里面 是不是对伊朗 其实呢 也是有意见的 对不对 如果你伊朗配合巴基斯坦 来打击这帮人的话呢 那么我们的一带一路 是不是更安心一些呢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基本事实啊 和一个简单逻辑啊 然后这篇文章又说了啊 贝鲁支人抱怨啊 中巴经济合作 挖走了当地的丰富资源 却没能让当地的贝鲁支人受惠啊 那么这句话呢 也解释了啊 我们有一些中国人呢 觉得不解啊 那么这个巴基斯坦欢迎中国人 在他们那儿搞这个一带一路啊 我们的一带一路项目呢 也使得巴基斯坦呢 在经济上的起死回生啊 有了很大的受益 对不对 那你贝鲁支人不受益吗 不是的啊 他们是这么认为的 他们就认为呢 是巴基斯坦政府啊 允许中国人在那里呢 挖走了他们的丰富资源 而贝鲁支人呢 没有受益啊 没有受益 我认为这个呢 也是不真实的 但是呢 他就这么说啊 我前面已经说了 这名也体现出来了 中美博弈啊 那贝鲁支人呢 其实他也可以配合中国 他也是受益的啊 那么他为什么不配合呢 为什么搞这种极端的呢 他背后是受了谁的支持呢 对不对 哪怕是默认呢 对不对 是谁呢 这有不言而喻 对不对 我们在这呢 暂且不说啊 然后这篇文章接着说啊 伊朗方面17日解释说呢 伊朗精锐部队日前的导弹袭击目标是藏在巴基斯坦境内的一个名为 正义之军的逊尼派穆斯林圣战组织的基地啊 他们打击的 我上一次的视频已经跟大家说了啊 伊朗已经说了 我们打击的呢 就是一个跑到巴基斯坦呢 叫正义军的啊 上一次呢 我没有跟大家深挖啊 这个正义军是干什么的 那么这个正义军呢 他就是逊尼派穆斯林的圣战组织啊 圣战组织呢 就是他们特别的极端啊 然后呢 用这种极端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啊 另外呢 把这个问题呢 总是搞的是尖锐对立啊 这就是圣战组织啊 就是因为他们这种极端啊 显得他们的矛盾呢 就不可调和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啊 说伊朗方面呢 称该组织是伊朗的一个恐怖团伙 近年在伊朗土地上制造了多起的袭击行动啊 伊朗表示尊重巴基斯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但是呢 不能接受本国安全受到威胁啊 那么我们相信啊 这事发生以后呢 那么双方肯定得有一定的交涉 对不对 巴基斯坦呢 马上就召回了他们驻伊朗的那个大使啊 他们叫特使啊 然后呢 特别有意思的是啊 他们不允许伊朗驻巴基斯坦的那些大使啊 离开这个巴基斯坦啊 但是呢 我们可以想象出来 巴基斯坦政府呢 一定会通过这个大使啊 进行沟通的 对不对 那么伊朗的大使呢 肯定会跟他们这样解释啊 就是说这郑义军呢 他是一个逊尼派啊 伊朗是什叶派啊 逊尼派什叶派呢 长期以来是不对付的 战瑞对立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郑义军呢 在伊朗的本土呢 制造了很多的恐袭事件啊 他是伊朗的重点打击目标 对不对 现在他跑到你巴基斯坦啊 长期以来跟巴基斯坦交涉无果 那么巴基斯坦呢 既不能说呢 主动的来剿灭这些人啊 那么也不能把他们捆起来送给伊朗 对吧 都不能 那么现在呢 伊朗就是说呢 我只能说我自己动手了 对不对 那么我就通过这种方式呢 来剿灭他们 请理解啊 我们伊朗呢 并不是说针对巴基斯坦的 我们也无意义来侵犯这个巴基斯坦的领土主权啊 也无意义来侵略这个巴基斯坦的领土啊 请放心啊 我相信这个伊朗呢 就是这样跟这个巴基斯坦来解释的啊 那么巴基斯坦得到了这样的解释以后呢 我相信也能够理解对不对 然后呢 巴基斯坦是怎么做的呢 那巴基斯坦也有同样的问题啊 那么你是这么做的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这么做呀 那么巴基斯坦政府呢 为18日打击伊朗境内目标的行动 给出的理由呢 和伊朗方面的表述呢 大同小异啊 巴基斯坦的外交部公报就指出说呢 巴基斯坦针对位于伊朗东南部的西斯坦和 贝鲁支斯坦省的恐怖分子藏身处进行了精准的定脸打击 因为有可靠的情报显示啊 大规模的恐怖活动已经叙事待发 巴基斯坦外长18日表示说呢 巴基斯坦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啊 袭击行动的唯一的目的是维护巴基斯坦国家安全啊 那么两个国家啊就气过相当了就平了对不对 那么你在我的境内呢打击恐怖组织啊 那么我也到你的境内去打击恐怖组织啊 那么你发表声明说呢 无异于侵犯我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啊 那么我也发声明说呢 我也无异于侵犯你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啊 这样一来呢 数据其实就平了对不对 但是呢我们看到美国和那个西方啊 仍然是反应挺强烈的啊 这是为什么后面呢 我们会继续看啊 就是这个美国之音啊 他们所继续的美国西方他们的态度 我们先来看啊 这个第一篇文章啊 法广啊 接着说 说巴基斯坦与伊朗两国关系 虽然长期因为境内的叛乱武装发动的袭击行动而紧张 但到目前为止呢 还鲜少发生政府军介入的行动啊 巴基斯坦17日对伊朗的袭击行动提出抗议 一方面呢 召回驻德黑兰大使 另一方面呢 拒绝伊朗驻伊斯兰保的大使重返巴基斯坦 这可能是写错了啊 这可能是说 另一方面呢 拒绝伊朗啊 驻伊斯兰保的大使重返伊朗啊 据伊朗国家媒体的消息 伊朗当局18日也召见了巴基斯坦驻伊朗代办啊 正式表达了抗议 要求八方立即对袭击行动做出解释 好 这是基本事实啊 然后呢 我们再看啊 关于中国 中国居中调停的问题啊 然后他就说了 中国呢 是否能在伊朗与巴基斯坦这场危机当中呢 发挥平息事态的作用呢 应该说伊朗和巴基斯坦呢 都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 两国呢 也都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啊 此前巴基斯坦也在中国 斡旋伊朗与沙特阿拉伯 恢复外交关系的努力当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巴基斯坦希望逊尼派的沙特与 什叶派的伊朗合同关系啊 会有助于巴基斯坦国内逊尼派和什叶派群体之间的对立 也希望能够借助中国啊 推动伊朗控制其境内的贝鲁支分裂主义组织 对巴基斯坦的安全困扰 避免巴基斯坦在与伊朗边境 与阿富汗边境两面受敌 贝鲁支人散居在伊朗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三地 一直希望能够独立建国 却原来这个贝鲁支人啊 他是也在寻求独立建国的 那么他的分布呢 是涉及到巴基斯坦伊朗还有阿富汗 就在交界的这个地方啊 那么他们这些阿拉伯人啊 包括这个库尔德人啊 他们要建国就是困难重重 是因为他老想在别人的国土上建国啊 另外呢还涉及到多个国家 你像库尔德人也是涉及到三个国家 涉及到土耳其涉及到叙利亚 还涉及到伊拉克对吧 这个贝鲁支人呢 也涉及到这三个国家 那么还有伊斯兰国啊 也是一样的事情啊 那么我们从这个历史上来看 美国啊 对于他们这些人呢 一会儿支持一会儿反对啊 美国啊 对不对 对于这个库尔德人呢 他一会儿把他列为恐怖组织 一会儿呢 他又支持他们 又跟他们友好啊 对于伊斯兰国其实也是一样啊 那么这次伊朗 朱莱万尼的纪念活动 那一天发生的连环爆炸事件呢 后来呢 是伊斯兰国出来声明的 是他们干的 那我就非常怀疑 对不对 即便是他们干的话呢 那么背后呢 应该说也是美国的支持 也是伊斯兰国 现在可能啊 又会和美国在走近了 你知道吗 那么贝鲁支人呢 他这种情况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啊 这种微妙的关系呢 有可能也和库尔德人和伊斯兰国啊 应该说是一样的 你看这些恐怖组织啊 有很多啊 都是在建立的时候呢 就是美国建立的啊 后来呢 就和美国反目啊 美国反反复复的 一会儿把它列为恐怖组织 一会儿又拿下来啊 跟他合作 就是美国 他就是看利益了啊 看他们是不是对他们有利 你比如说贝鲁支人现在 对不对 他现在呢 就和伊朗呢 是敌对的 他和中国呢 也敌对 对不对 他和这个巴基斯坦呢 他也是敌对的啊 那么伊朗呢 是美国的死敌啊 中国呢 现在美国呢 把中国当成最有威胁的一个国家 对不对 那么这个巴基斯坦呢 他又是中国的老铁 你想想看 这样的一股人 贝鲁支人 美国啊 能不和他们走近 利用他们吗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 美国和他走近的话呢 支持他干这干那个的话 那么这三个国家 能希望他们存在吗 对不对 起码不希望他们有武装力量吧 对不对 然后我们接着看这篇文章啊 这篇文章就说哈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间啊 这次你来我往的军事行动 至少显示了 中国目前尚没能有效缓解 两国围绕 贝鲁支分裂主义团伙的争执 而这场冲突 未来可能的发展 也不能忽视 中东地区 以哈军事冲突的背景 伊朗日前向巴基斯坦境内的目标 发动袭击之前 也同时袭击了叙利亚境内目标 以及伊拉克境内 库尔德人自治地区的目标 与此同时 也门境内的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 几周以来频繁的在红海袭击他们认为 与以色列有关的过往船只 以此向加沙走廊 以色列炮火下的巴勒斯坦人表达支持 在庆祝斡旋伊朗与沙特尔 恢复邦交关系的外交胜利之后 中国可以在这个地缘关系错综复杂的区域 发挥怎样的一个作用值得关注啊 现在呢 他们就认为呢 是中国那个起作用的时候 是中国现身的时候了 我上一个视频里面呢 也说了这个问题啊 我也是这样说的 对不对 就是中国在这里面呢 能起作用 是不是会起作用啊 会起什么样的作用 拭目以待 对不对 我也是这么说的啊 好 这就是这个18号早期的一个文章 然后我们再来看18号 晚一些时候呢 美国之音啊 也发了一篇文章啊 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之音是怎么说的啊 美国之音就说呢 巴勒斯坦空军星期四 也就是1月18日一早 对伊朗境内 据称是贝鲁之分离主义武装组织的藏身地 发动了报复性的空袭 造成至少9人死亡 加剧了这两个邻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并使中东局势变得更加的复杂 这次的袭击距离伊朗周二对巴勒斯坦进行空袭不到48小时啊 因为他说是周二 实际上呢 是周三的凌晨啊 然后美国之音说 目前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尚未结束啊 英美海军与野门胡塞武装在红海地区的武装冲突还在激烈进行 伊朗与巴勒斯坦之间军事摩擦的扩大 引起国际社会对整个中东局势的走向更大的不安 美来社报道说 伊朗和巴勒斯坦两国周二和周四针锋相对的攻击 看来是针对伊巴边境两侧对方境内的两支贝鲁之武装组织 不过两国相互指责对方在各自境内为两个激进组织提供辟谱 这些攻击行动危及这两个邻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因为伊朗和拥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一直因武装攻击而相互猜疑 两国都面临着各自国内的政治压力 而这些攻击行动部分原因可能是为了回应这些压力 你看国际社会都是在猜测 与此同时 伊朗星期一晚间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动了空袭 以报复今年1月初发生的伊朗所宣称的杀死90多人的自杀爆炸 巴勒斯坦外交部在一个声明当中称 周四的空袭是一系列高度协调和特别针对的精准军事打击 展示了巴伊斯坦保护和捍卫国家安全 免受威胁的不动摇的觉醒 巴伊斯坦的军方表示 在空袭当中使用了自杀无人机火箭寻飞弹和远射武器 远射武器是战机远距离发射的导弹 这表明了巴伊斯坦的战机没有进入伊朗的领空 巴伊斯坦看守总理缩短了对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访问 周四晚些时候回国 自2000年在该地区活动的贝鲁兹解放军分离主义组织 在一个声明当中说巴伊斯坦的空袭针对和杀死了无辜的贝鲁兹人民 巴伊斯坦军方还说 空袭还针对了与贝鲁兹斯坦解放阵线有关的目标 尽管该组织没有认可这一宣称 报道说伊朗稍后召见了巴基斯坦驻德黑兰临时代办 要求对袭击事件做出解释 巴基斯坦因为中二伊朗对巴基斯坦的袭击 已经撤离了驻德黑兰的大使 巴基斯坦的贝鲁兹斯坦省和伊朗临近的西斯坦贝鲁兹斯坦省 过去20多年都面临着贝鲁兹民族主义的反叛活动 不过两国空袭针对的贝鲁兹组织有所不同 从什叶派为主的伊朗周二针对的巴基斯坦境内激进组织 正义军是逊尼派分离组织 源自另一个伊斯兰极端组织 真主族据称曾与基地恐怖组织有关联 正义军长期以来被怀疑 在主要是以逊尼派为主的巴基斯坦的境内活动 对伊朗安全部队发动攻击 被英美欧盟等认定为恐怖组织的贝鲁兹解放军 没有宗教背景 被怀疑藏匿在伊朗 曾对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和中国的利益发动攻击 贝鲁兹斯坦解放阵线同样是民族主义组织 这两股贝鲁兹呢是不一样的啊 都是贝鲁兹但是不一样 伊朗的那些呢是逊尼派的 而巴基斯坦的这边呢说是啊 没有宗教背景啊 但是呢就巴基斯坦的这波呢是被美国英国以及欧盟定义为恐怖组织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因为巴基斯坦啊它长期以来是亲美国的啊是这样的 说该地区紧张星期四仍存在着升级的危险 因为伊朗军方将从靠近巴基斯坦的恰巴哈尔港到伊拉克的整个南部地区 举行计划中的年度防空演习 演习呢将会包括战机无人机以及防空系统的实弹射计啊 这个呢就和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呢没有直接关系了啊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消息是什么啊 最新的消息呢是半岛新闻在19日也就今天啊发布的一篇报道 这个报道说呢伊朗啊用导弹和无人机对巴基斯坦西部贝鲁支省庞吉古尔市附近的撒布兹科地区进行轰炸 引发了人们对这个多年来已经脆弱不堪的地区未来安全局势的质疑啊 巴基斯坦很快就做出了回应伊斯兰堡用导弹轰炸了伊朗的西斯坦和贝鲁支斯坦省的地区 这使得局势更加的复杂啊尤其是两国互墙轰炸的借口呢都是武装恐怖组织 尽管两国关系呢过去曾经因一些紧张局势而受到了损害 但是呢在两个陆地边界估计约为700公里的邻国之间发生这些袭击是史无前例的啊 以前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 那么都有哪一些疑点呢首先是呢关于时间的质疑啊 伊朗对巴基斯坦领土的轰炸呢恰逢巴基斯坦看守政府总理啊 安瓦尔在达沃斯论坛会议期间与伊朗外交部长在瑞士会面 在伊朗袭击之前伊朗总统特别代表哈桑访问了伊斯兰堡 目的是成立一个联络委员会负责处理阿富汗问题的区域协调 爆炸事件发生之际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发布了有关 巴基斯坦海军和伊朗海军联合军演的消息 这次爆炸事件为人们猜测选择这个特定时间的原因打开了大门啊 就是特别奇怪啊就是在发生这个事之前呢两国啊紧锣密鼓的在进行互动啊 一个呢是在达沃斯上面呢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啊在进行互动 那么达沃斯场外呢两个国家的军方啊还要进行联合军演啊 结果就发生了这事啊人们就好生奇怪啊 然后这篇文章又说呢相互轰炸的借口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关于双方进行轰炸的借口呢有哪一些进一步的信息啊 然后他就说啊伊朗宣布说其在巴基斯坦境内的爆炸袭击目标是正义军组织的基地啊 伊朗媒体称该组织为不正义军啊 他叫正义军实际上是不正义军 指责该组织与以色列有关系啊 并且利用巴基斯坦的领土作为对伊朗境内西斯坦和贝路支斯坦地区进行军事袭击的发射台 至于说巴基斯坦呢则谴责伊朗的爆炸事件 认为这是对其主权的公然侵犯啊 阻止伊朗大使返回伊斯兰堡 并且召回驻德黑兰大使啊 以回应伊朗爆炸事件 巴基斯坦外交部官方发言人叫贝路支 他本身就叫贝路支啊 表示伊斯兰堡强调应对伊朗无理爆炸事件 的选择是开放的 作为回应啊 巴基斯坦军队还对伊朗西斯坦和贝路支斯坦省进行了打击啊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 伊朗外长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表的一份声明中 将伊朗对巴基斯坦叙利亚和伊拉克目标的轰炸 与这些目标与以色列及其外国情报机构有联系 这一事实联系起来啊 就是呢 伊朗的外长呢 在达沃斯就说 他们这个行动呢和打击以色列啊有关系的啊 然后这篇文章就说 内部和外部的消息啊 这些声明被解释为在以色列对加沙战争的影响 里巴内南部发生的事情 以及野门和红海紧张局势背景下 发生了爆炸事件 观察人士就认为说呢 伊朗爆炸事件发生之际啊 德黑兰因为支持巴勒斯坦 黎巴嫩和野门的抵抗运动而展示其实力 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威胁啊 从这一信息当中可以看出伊朗有能力扩大冲突范围 这与美国的意愿背道相持 美国试图将以色列对加沙巴勒斯坦人民的战争局限在该地区啊 还有一种可能解释这起爆炸事件呢 也就是呢 这是对最近克尔曼爆炸事件的反应 ISIS组织声称呢 对这些爆炸事件负责 而伊朗呢 则指责摩萨德对这些爆炸事件负责 因此呢 伊朗领导层希望向国内外发出双重的信息 表明起有能力作出回应啊 这意思就是说呢 伊朗啊 想借这个事件呢 表明它是有能力啊 把巴以冲突扩大化的 因为呢 巴以冲突扩大化呢 这个战争蔓延啊 是美国和西方呢 特别不希望的 现在伊朗就告诉您说呢 这件事情啊 是有可能扩大的 另外呢 伊朗就告诉说 我是不会放过这个以色列的 我是可以和以色列呢 就是斗争到底的啊 另外呢 这件事情 现在的情况下呢 到底是升级了 还是平静了呢 然后这篇文章就说呢 就事态可能发展到何种程度而言 分析人士认为 鉴于一些周边环境啊 包括阻止紧张局势 继续发展的经济和政治原因 当前的升级不太可能发展成为 两国之间的战争 巴基斯坦的政治和经济局势 不允许与伊朗的局势升级 特别是由于该国定于下个月举行议会选举 同时该国的事务由一个未经选举产生的临时政府管理 而该政府无权做出发动战争的决定 另一方面在当前情况下 与巴基斯坦开战并不符合伊朗的利益 因为它在外部地区和内部层面都有足够的问题啊 这个分析呢 我认为啊 有点小题大做了 它根本就不可能这个事啊 不可能升级两国战争 就是两个国家呢 用这件事上一双簧 各自达到自己的目的啊 其实是这个 两个国家之间怎么可能发生战争呢 因为他们的目的 压根就不是针对对方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呀 这要是为什么啊 中国的态度啊 你看中国的态度一开始的时候呢 中国都不着急去握学啊 要求双方呢都克制 虽然这两个国家呢 中国都能说的话啊 那么果不其然呢 在1月19日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啊 有记者啊就问道啊 说呢 关于巴基斯坦和伊朗的问题 中国是否帮助调解了巴基斯坦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啊 那么毛宁是怎么说的呢 毛宁说啊 我们注意到巴基斯坦和伊朗双方呢 已经进行了沟通 已经进行了沟通 这意思是说呢 这个世界呢 并没有升温啊 或者已经降温 说我们支持双方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合作 化解矛盾分歧 继续 请注意继续两个字啊 这都是双方啊 在进行解决他们之间的这个问题啊 中国并没有参与啊 那么毛宁最后一句话呢 更加确定了中国并没有参与啊 毛宁说如果有需要的话 中方也愿意为此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啊 如果有需要 中国并没有介入他这件事情啊 就说明呢 中国对这双方呢 是非常信任的 认为这个局势呢 绝不会升级为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 那是不可能的啊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想呢 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这个关系呢 这个字不必说了 长期以来呢 这个贝露之恐怖组织啊 美国都把他列为恐怖组织 给中国造成了很多的骚扰和伤害啊 那么中国肯定是希望这个巴基斯坦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呢 他搞完事以后呢 他就跑到伊朗去了啊 巴基斯坦可能说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对不对啊 那么中国呢 现在啊 在中东呢 和中东的这些国家呢 接触越来越多啊 尤其是对伊朗和沙特的这个调解的过程当中 展示出来了沙特和这个伊朗啊 对中国这种充分的信任 对吧 那么在双方的信任达到这么一个程度之后呢 那么中国和伊朗之间 我相信呢 也会沟通这件事情啊 也会讨论这件事情啊 那么既然说呢 你们两个国家之间啊 就对这个恐怖组织啊 都没有一个保护的意愿 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说就可以在对方啊 动手的时候呢 由对方来动手 你自己不动手 不直接和他产生这种对抗 对不对 然后让对方动手 对方动手的时候呢 然后呢 你就冲其量就抗议一下 对吧 然后就让对方来达到目的 同时呢 你也可以在对方的那个国家啊 那个领土里面 也达到你的目的啊 就是他们现在两个国家在进行的这件事情啊 中国不一定说要把这话说的像我说的这么明白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道理啊 就是很容易达成一个新制度名 对不对 如果能把这两股恐怖组织啊 给它剿灭啊 尤其是巴基斯坦的那个贝鲁支那个什么解放组织啊 能把他们给它剿灭或者让他们失去武装能力的话 那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呢是非常有利的 对不对 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呢 就是一个打击 对不对 因为美国的目的是打击中国的一带一路 那么美国的目的是打击中国的一带一路啊 对中国一带一路其破坏作用的贝鲁支这恐怖组织 那它会不会和美国啊 暗通缓取啊 这个呢 不难想象 对不对啊 好 从前来说呢 就回到了我那个结论呢 就是这样的事情啊 是他们两家的一个双环啊 或者是一个默契的行为 另外呢 它不会升级啊 因为呢 它并不是针对国家主权的 所以不可能升级成一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啊 另外呢 也提前说中美之间的一个博弈啊 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的这个打压啊 中国在消除对中国一带一路的这个危险因素啊 好 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这个视频的一个观点 以及它的这个逻辑脉络 好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